凤林镇的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日前选出来了 镇长肖文龙特别邀请获奖者到公所披挂彩带何以留念 镇长表示说透过专业摄影师的镜头 将每一位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最美的一面呈现在照片上 他也将亲自登门制证每一位模范母亲婆媳 匾额礼品和合照 凤林镇长肖文龙表示恭喜各位获得今年度 凤林镇模范母亲与模范婆媳 看到各位模范母亲相夫教子子女个个都这么有成就 堪称国家社会的栋梁 模范婆媳间的相处融洽宛如母女 着实令人敬佩与感动 证明了各位模范婆媳与模范母亲当之无愧时至名归 我们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婆媳的团体照 那我们在这里很恭喜我们模范母亲 以及我们模范婆媳系讲人 在我们家庭社会贡献良多 我们政公所每年都有在办 今年因为有新冠状病毒 我们活动 母亲节表扬活动 我们暂停办一次 那以后呢我们会把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婆媳的相片 以及礼品都亲自送到家来跟她表扬 来跟她挂彩带 比共同来造一个合照 在这里跟所有得奖的母亲以及婆媳说对不起 今年是特别惊心 所以委屈一次 肖镇长指出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市内外大型集会活动都依照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示停办 凤林郑公所也将配合政策今年度首度不举办母亲节表扬活动 但为了感谢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婆媳对社会的贡献 镇长也将逐一亲自登门制证每位模范母亲婆媳 匾额礼品以及合照的照片 也谢谢他们的辛劳 记者领结凤林郑采访采访报道